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16年友谊,张艺山为杨子的庆声文案感人肺腑,估计男友都写不出来。 张艺山和杨子是主演家友儿女,互相认识成为好友,两人同龄,而且都是在一个学校念书, 后来高中不再一起读,但两个学校经常有联谊活动,考上北电两人还是同学, 所以这感情非常深厚,他们已经是友情变成亲情了。 不管怎么变化,两人经常在微博互相庆生,感情依然很好,参加活动, 两人更像见了亲人,不仅互相逗趣,还会打闹,好像一直没有长大, 感情一直停留在2005年播出的家友儿女。 杨子29岁生日,很多朋友都纷纷送上祝福,比如李宪、王家、坚韧姿、秦海禄、刘涛、乔欣等, 一直等到快零点差一分的时候,张艺山才发文为杨子庆生, 看来在众多好友中,张艺山的这份祝福非常的特别,因为很用心也很感人。 估计两人的合影库存告急,所以张艺山只能用鸡汤文来祝福杨子, 北京下雪了,所以张艺山挽起了谐音梗。 杨子当年在《家友儿女》中饰演的角色叫下雪。 张艺山说,这场雪比以往北京的雪来得都早一些, 知道你着急长大,但希望你依然像往年的初雪一样小小地来, 慢慢地下,因为我们爱你,不希望你那么地累,慢慢来, 你开心最重要,我们也不想要寒冷,想要的是你开心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在你的营绕下度过每一年寒冷的冬天。 张艺山是说出了对杨子的肺腑之言,以前杨子一直努力走出同星的阴影, 所以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演技,从2018年和邓伦主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播出之后, 杨子算是真正的大火起来,接着和李宪主演的亲爱的,热爱的再次走红, 杨子迅速成为当红女演员,她与众不同,靠的是演技,而不是美貌, 所以杨子后续的资源很不错,几乎从2018年连续拍摄影视剧作品, 很少有休息的时候,这就是当红女演员的辛苦。 张艺山也看到,善意地提醒杨子不要那么地累,开心最重要。 当年杨子想听宋丹丹的建议,自己能不能吃演戏这晚饭, 宋丹丹直言不讳地认为论杨子的长相很难, 但是杨子把这话听进去了,所以一直努力钻研演技, 最终凭借演技出圈,获得大家的认可。 目前杨子的带播剧很多,有《余生》, 《请多指教》青簪行女心理师陈湘如谢等, 这几部剧也是她花费了二三年拍摄的,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希望早日播出。 这其中杨子和多个偶像男神搭档, 他们分别是肖战、景百然、成毅等, 都是当红演员,所以这些作品都会成为爆款, 一旦播出,绝对是引发热议。 杨子回复了张艺山的祝福, 怀疑张艺山是从其他渠道借鉴写成的鸡汤文, 表示自己很感动, 张艺山否认自己模仿百度模式, 还说让杨子去找一找, 如果找到一模一样的, 自己明天再来一篇。 看来杨子也是在等待张艺山的发文, 所以抱怨她一时二点差异分发, 搞得大家都很困。 虽然有点抱怨的意思, 但也是很欣喜吧。 杨子认为张艺山说的是无论结果如何, 和努力的过程才是最动人的。 其实张艺山表达的是希望杨子不要太忙碌太累, 急着长大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 因为开心最重要。 16年的友情, 令人很感动, 还是亲人一样的呵护备质, 让人羡慕。 娱乐圈如此酷似亲人的友情, 还有周迅和陈坤, 刘亦菲和舒畅, 李冰冰和任全等。 张艺山提醒杨子认真看他们的合照, 还说这里没有生日快乐, 只有爱你如出血。 说的是电视剧角色, 但在现实中依然不会违和。 因为一部剧结缘成为好友, 这可能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希望两人能够在未来合作演出一部新的作品, 这个真的很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